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聚会即将要开始了 在外面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抓紧时间 要进入会场 也准备 预备自己的心理 在外面的弟兄姐妹 我们赶紧时间 要进入会场 我们聚会开始 我们在聚会开始之前 我们欢迎一位姐妹 叫张春 我们请站立 我们要欢迎她 站立一下 OK各位弟兄姐妹 准备平安 我们今天的聚会将开始 我们今天要奉圣父 圣子圣灵的敏禁 召开主日的崇拜聚会 请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起立 今天的宣召经文 经文在诗篇 五十七章九指十一节 我们礼拜 主啊 主啊 我要在万里中称谢你 在立班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举祝天 你让诚实打到穷昌 神啊 愿你重当高与高举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好 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为今天的就会 为自己的心灵 宰山的勤 我们一同来祷告 荣耀强烈的父神 我们感恩 祖位和赞美你 谢谢祖的恩敌 祖愿你的名 然后伟圣 愿诸听 然后彰行 神你的荣耀 愿全地 述书 神你的伟大的奇妙 祖今天 以背所的指名 祖来到神的 私人重庆 来敬拜 来称圣灵 祖来求你 与我们同在 祖来求你 引导我们 能够带领我们 是我们要在感恩的心 来敬拜 来称颂你的圣灵 唯有主 你是配得 祖来你配得的荣耀 你配得尊贵 配得喘命 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祖来求你 与我们同在 求圣灵 打开我们众人的心灵 祖来说我们 用心灵诚实 来敬拜 来称颂你的圣灵 祖来说我们 今天来敬拜 祖来扎美 祖来能够 祖来能够如同 生下的祭 能够生蛋你的宝珠 蒙生你的运纳 同时奉耶稣基督认明 拜拜 撒当一切的作为 横拔上的一切的拦阻 求主的圣灵 来示范我们 求主的荣耀 充满这个会场 求主与敬拜 祂的同在 祖来求你恩高 高慕他们 祖来使他们 福悲满意 祖耶稣基督 把拜以下的观音 完全交度耶稣你的手中 求主与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耶稣基督 聚集在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这是何德大的恩典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此时此刻 我们卸下一切的重当忧虑 然后把我们的烦恼 全部抛脑后 我们要全心 全意的担当的来敬拜我们的神 阿们吗 阿们 一起开始今天的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 让我们永远的求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千来敬拜 永远的君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声宣告 出入了江湖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千来敬拜 永远的君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声宣告 出荣耀 降临 荣耀赠灰 能力让你归离 你是我的救赎 你是我的救赎 我的救赎 荣耀赏 能力让你身体归于你 你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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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 是为的 嗯 祢是为的 今天的室活 是为的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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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天来敬拜 永远的君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声宣告出荣耀奖励 荣耀尊贵 能力宣定为你 你是我的救助 我的救助 荣耀尊贵 能力宣定为你 你是我的救助 荣耀尊贵 能力宣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千百千百永远的君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声宣告出荣耀奖励 荣耀尊贵 能力宣定为你 你是我的救助 荣耀尊贵 能力宣定为你 荣耀尊贵 能力宣定为你 你是我的救助 荣耀尊贵 能力宣定为你 荣耀尊贵 能力宣定为你 是我的救助 荣耀尊贵 能力宣定为你 荣耀尊贵 能力宣定为你 你是我的救助 荣耀尊贵 能力宣定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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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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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快 我们将这个掌声 我们将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声音 我们一起来开口来敬拜 来赞美我们的声音 那位创造天地万物 创造我们的声音 那位唯一的救赎主 那位再来的君王 那位荣耀的君王 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 来感谢我们的神 哈利利亚我们一起 再次带着我们满心的感谢 来到神的面前 能够让我们再次敞开在祂的面前 能够让我们再次 打开我们的口 来敬拜来赞美来尊重祂 祈祿我们赞美你 祈祿我们谢谢祂 主要谢谢祢如此大的爱 主要谢谢祢如此大的恩典 主要你倒在我们身上 主要让我们如今可以在祢的面前 来侍奉祢 来敬拜祢 来赞美祢 主要祢 主要谢谢祢赐下祢的不胜爱子 主要为我们舍祢 为我们流血 主要为我们挂在那十字架上 如今又为我们复活 主要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 将一切的尊贵能力 送葬都归给我们的神 主要祢是我们的神 主要祢是我们的王 主要我们可慕 你今天下午再次来到我们庄间 主要再次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主要再次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主权 放在祢的面前 主要我们等候祢 就是我们敬拜祢 主要我们带着伟大的期待 主要能够期待祢其高的作为 主要我们赞美祢 主要让我们再次回转回上祢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来赞美我们的神 让我们能够再次开口 能够让我们 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 主要要把我们的困难 带到神的面前 给我们相信神 祂必定全听 祂必定抗议我们每一步 祂带领着我们的行为 祂必定引领我们一生 祂负责我们的一生道路 主要我们可慕 主要我们敬拜祢 主要求祢今天下午再次来到我们中间 主要再次来充满我们 主要让我们能够可慕祢 主要如入可慕其水 主要求祢我们赞美祢 主要求祢圣灵再次来交往我们 主要能够让我们的口充满赞美 主要让我们的嘴唇 能够不停地来赞美祢 主要让我们的嘴唇 能够不停地来向祢献上我们的感谢 耶稣我们赞美祢 耶稣我们敬拜祢 求祢再次掠天而降 主要来震动我们这片土地 主要求祢再次不断地来燃烧我们 主要再次不断地燃烧我们的心 主要让祢再次能够来一段地能够复兴我们的 复兴我们的心 主要复兴祢的作为 耶稣我们赞美祢 主要复兴我们的谢谢祢 主要我们再次来到祢的面前 主要复兴祢 主要复兴祢 带着伟大的期待愿你来 主要复兴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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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铁了家 烈铁了家 降临这里 降临王国万宝 愿意烈铁了家 烈铁了家 是复兴的我 不断燃烧 祝福起我们 祝福我们等候你 带着未来的期待 愿意来 祝福我们等候你 祝福我们等候你 我要回转回想你 求你几年 愿神灵的风吹起 带我翱翔 我要紧紧抓住你 愿意破墙 祝福我们等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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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转回想你 求你几年 愿神灵的风吹起 带我翱翔 我要紧紧抓住你 愿意破墙 祝福我们等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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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转回想你 愿意破墙 我要回转回想你 求你几年 我要回转回想你 求你几年 愿神灵的风吹起 带我翱翔 我要紧紧抓住你 愿意破墙 占領著地 失望應盡為人 願你列天和將 列天和將 將領著地 將領望過望方 願你列天和將 列天和將 師父信你我 不斷燃燒 願你列天和將 列天和將 將領著地 將領望過望方 願你列天和將 列天和將 師父信你我 不斷燃燒 願你列天和將 列天和將 將領著地 將領望過望方 願你列天和將 列天和將 師父信你我 不斷燃燒 願你列天和將 列天和將 將領著地 將領望過望方 願你列天和將 列天和將 將領著地 將 列天和將 shall 主 祢是那位得胜的君王 主 我们相信在祢没有难成的事 主 我们要相信 当我们回转向祢的时候 主 祢的同在要站下来 主 祢的圣灵要充满在我们里面 主 祢的荣耀要彰显在这地 耶稣我们再次敬拜赞美祢 主 我们愿意回转回向祢 主 我们愿意一生来紧紧的来抓住祢 主 祢让我们一生能够紧紧的溜碎祢 永不放弃 主 祢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靠着祂加给我们力量的 我们法事都能做 哈利路亚 祝我们敬拜祢 主 祢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生命带到祢面前 主 祢我们再次谦卑的来寻成 主 祢求祢再次用祢的爱来触摸我们 主 祢再次用祢的爱来交往我们 主 祢求祢的圣灵今天下午 再次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主 祢能够用生命的活水不断地涌流在我们的里面 主 祢的江河不断地涌流在我们的里面 主 祢祢我们赞美祢 祢祢我们谢谢祢 主 我们敬拜祢 主 我们相信祢有一致的能力 主 我们相信祢复活的大能 主 我们相信祢是那位永远掌权 永远掌管天地望远的神 主 我们卑微的罪人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主 我们毛了之恨和很大的恩典 主 我们没有什么能献上给祢 主 我们唯有向祢献上我们的感谢 献上我们的赞美 献上我们的全人 全心 主 我们赞美祢 主 我们赞美祢 主 我们谢谢祢 主 祢祢 求祢的光再次来光照我们 主 祢能够让我们在祢圣洁的光中 得到自由 哈利路亚祝我们敬拜祢 哈利路亚祝我们赞美祢 祢比赞美祢 祢比赞美祢 祝祢是神的源头 祝祢是永恒的称光 在祢神界的光中 我的自由 披肩花窗 手满我 且请我 在祢宝座前 有生命水永流 更新意志我 充满我 且请我 在祢宝座前 有生命水永流 更新意志我 在祢宝座前 使我参生主 祢宝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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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身間裡 光衝我的自由 一切花 一起來呼吸我們的神 再次來求滿我 再次來接近我 再次將祂的愛情和你往右走 再次來接近我 再次來保座 見了生命水永流 人心已知我 收滿我 接近我 在你寶座前 有身邊水永流 分心已知我 收滿我 接近我 在你寶座前 有生命水永流 分心已知我 收滿我 天心已知我 在你寶座前 有生命水永流 分心已知我 求神今天下午再次來充滿我 我們一起來呼喊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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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求你今天下午再次來充滿我們 主要因為我們相信你的保險 已經遮蓋我們 主要是我們如今得著釋放 主要我們要來敬拜你 主要讓我們在自由的真理 主要讓我們的全心全力來敬拜你 主要讓我們再次 戴上我們的心靈誠實 主要可惡你的同在 可惡你的榮耀 主要求你下午再次來交換我們 主要求你用你的勝利的經過 再次來交換我們 主要求你再次用你的勝利來充滿我們 主要求你再次用你的勝利來充滿我們 主要求我們感謝你 主要求我們讚美你 主要讓我們再次來到你面前 主要求我們相信你要抑制我們的心靈生存 主要求我們相信你要釋放我們 主要求我們相信你的保險已經釋放我們 主要求我們讚美你 主要充滿我們 主要充滿我們 主要求你充滿我們 主要求你再次交換我們 主要求你再次交換我們 主要讓我們在你的寶座前 能夠讓我們佔地靈 讓我們佔地靈 讓我們佔地靈 主要靠著你的愛 請你臥靈 師父為我們讚美你 充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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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膊座前 有身充滿我 充滿我 是我 收拔我 借敬我 在你宝座前 有神殿水有流 人心已知我 收拔我 借敬我 在你宝座前 有神殿水有流 人心已知我 收拔我 借敬我 在你宝座前 有神殿水有流 人心已知我 借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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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宝座前 有神殿水有流 人心已知我 借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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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宝座前 有神殿水有流 我借敬我 借敬我 借敬我 尴感耶 齟敬我 借敬我 Mixここ 可慕祢的同在 主我们可慕祢在我们的胆子 主愿祢立听而讲 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心当中 来充满我们 主来交换我们 主啊 唯有祢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主啊 祢是我们生命的亮光 主啊 祢是指引我们人生洗面的范香 主我们真的需要祢 主我们真的来渴慕祢 主我们要渴慕尽到祢的龙妹 主我们要渴慕尽到祢的命 主我们在这里要敬拜祢 主要要荣耀 珍贵 全病都归于我们的主 因为主 祢是我们的救赎主 祢是我们一世的牧者 我们感谢祢 赐下今天要美好的时间 来到主祢的面前 来聆听神祢自己的话语 主啊 求祢与自己的仆人同在 主啊 求祢恩高他 主啊 使他福人悲满意 主 祢求祢是按照祢的正义 分解祢真理的道 求祢与每个弟兄姐妹同在 说每个弟兄姐妹要渴慕 神祢的话语 因为祢的话是我们酒气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灯 主啊 求祢在这个时候 求祢的话语欲信在我们的单中 是这里能够知己一人 知己一生 也知己一书 不知一人 求祢的荣耀在这里 谢谢主耶稣基督 讲其荣耀 全人都归于我们的词 谢谢主 奉耶稣救命祷告 阿们 请坐 接下来是这一位老师 都归于我们的顺序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 打开来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姐妹 你们能不能读二十二到 就是说我们这边双节这边单节 请这边读二十二这边读二十三这样子 一边单一边双可以吗 我们可以的话一直读到三十九节 好二十二节开始有一天一二三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和纳冰去 他们就开了船 正醒了时候耶稣睡着了 福萨 福兰奇的暴风 赶江马的水 盛死威胁 门头来叫醒了他 说 福利 福利我们上面 耶稣经常了 失责了他 光荒大 光荒就止住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他们又巨大又稀奇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他吩咐风和水 你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他们到了和他生子的地方 就是家里面的对面 耶稣上的爱 就用神里得到对对负责者一面而来 这人许久不穿衣服 无宗男子 主书在河庄里 他见了耶稣 就不忽在他面前 大声含叫说 知道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您有此相干 求您不要教我受徒 是因耶稣曾吩咐 误会从那人身上出来 原来这位女次抓住他 他常被人看守 又被铁链和脚架红锁 他尽巴所见的症状 被鬼打到那里去 耶稣问他说 你不要教神吗 他说 我要教神 这是因为住着他的鬼多 回救耶稣 不要吩咐他们到五顶坑里去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 回救耶稣 准他们进入猪里去 耶稣救了他们 鬼就从那人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喘下山崖 投在湖里淹死了 方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 去报警城里和乡下的人 中人说要犯事什么事 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 坐在耶稣脚前 穿着衣服 心里领摆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 神的灵状将会被困住的人 怎样的就告诉他们 而上次是所有的人 因为害怕的人 都求耶稣离开他们 耶稣就上床回去了 鬼所离开的那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却把他帮回去 说 你别再去 传说神为你做了何人待的事 他就请看 伤心以传言耶稣为他做了何人待的事 耶稣为他做了何人待的事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用这两段的经文 跟大家分享一个礼物是 在芬兰中敬耶稣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有熟悉 门徒开船在加利利湖上经历风暴 这样的一个事迹 在以往的讲道当中 也是多次的提及 事福音书当中 都有门徒在加利利湖经历耶稣 平静丰烂的记载 从事福音来看 门徒经历加利利湖风暴 他们至少有两次 一次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 圣经说耶稣和门徒都在船上 是这一次 另一次是五饼二鱼 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之后 耶稣就吩咐门徒离开 然后坐船走 那耶稣自己那一次 就到山上去祷告 到了夜里面 那次风浪大作 耶稣行走在海面上 有一次是这一次 那一次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孙牧师在我们当中 就分享过这个神迹 题目是跨越人生的风浪 那今天我们是读路加福音的经文 那么作者路加又一次在耶稣讲论之后 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讲啥种比喻之后 那么路加之后又泛进去一个神迹故事 耶稣的讲道跟耶稣的引行 因为你会注意 在四福音书中大致上 每一卷书的作者都会把耶稣所讲的 还有耶稣所行的 就是把它交织在一起 不是说全部写耶稣讲什么 之后都写耶稣做什么 他会把耶稣所讲 跟耶稣所行的交织在一起 这样子会让我们更全面地领受耶稣的信息 耶稣所赢的 我们可以称它为看 称它为听尽的道 但其实耶稣所行的 你也要注意 耶稣所行的也是道 那个叫看尽的道 因为耶稣甚至说 祂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祂来的是把神表明出来 所以耶稣所行的也是神的道 这一点你要注意了 不单单是耶稣说的 耶稣行的也是 所以我们需要看耶稣的生活 看耶稣吃饭 看耶稣怎么做事 看耶稣行神迹 这都是神的道 所以我们有听见的道 再加上看见的道 这些能帮助我们过信心生活 对吧 你单单有听见的道 你没办法在生活中怎么去生活 所以耶稣是抗尽的道 所以今天我们要更注意的是 耶稣是抗尽的道 不是听尽的道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耶稣行在分烂中 祂给我们的信心有哪一些学习呢 我们看 在分烂中敬耶稣 我们先来看第一翻面 第一 信心在生活风烂中 走势 现在讲章都有听中题了 以后你可以做笔记 醒出不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先来说一说加利利湖 加利利湖是犹太人重要的一个淡水资源 它是约旦河的上流 约旦河流流流流下流的是流入十海 那么从约旦河这个上游流入下面的 这个叫约旦河流到下游那个叫十海 为什么叫十海呢 它的水只有流进来没有流出去 然后十海的水只有流进来 那水会多起来吗 不会 它的水会蒸发掉 那它水蒸发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银缝 那所以海水是行的 就是行 行的呢 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 含量非常高 所以十海是没有鱼的 水也不能喝的 如果你去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去十海旅游 飘在十海上面 但是游泳的时候注意不能喝水 如果水喝进来要送医院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 这个十海是没有鱼的 所以加利利湖就很重要 所以加利利湖里面有很多鱼 并且那里有很大的一个鱼货市场 耶稣也是借着这样一个鱼货的市场的流动性 耶稣是常常在那里讲到的 那下面给大家 让大家看一点点图片 这个就是加利利湖的一个照片拍过去的 加利利湖 加利利湖它一圈它有五十多公里 它比较宽的地方它有二十多公里 比较窄的地方有十七公里 所以相当不小了 它比小巴黎是大多了 那是五十多公里一圈 我们再看下面的图片 这个是现代城市的加利利湖滨 这个是提比利亚城 约翰福音最后不是谈到吗 在提比利亚的海滨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城市也是在加利利 我们再看 这个就是加利利海 它的形状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 有加百农、博赛大 有这些地方 那这次我们读的耶稣是从这些地方 坐船来到这个地方 这里叫格拉森 这个地方可能是 那么他们这个地方 那那是加利利湖呢 这里就形成了很多渔业 他们要大渔啊这样子 大渔为生 做很多这样的事情的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在圣经里读到呢 就说那天耶稣提出来 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湖那边去 就说他们要渡到那个对岸 从这里到这里 他们渡过来 渡到对岸去 他说我们要渡到湖那边去 那么他们渡的时候呢 就突然之间就刮起了暴风 这个风大得不得了 船都要甚至被翻掉 那为什么风会这么大呢 大家知道吗 这里是下加利利 就是说这是耶稣 和门徒长长步道的地方 加百农 你看这里的地势是很低的 但是这个加利利湖的对面呢 格拉森呢 非常高 是个高原 这个地方叫哥兰高地 以色列在几年之前 把这块地占领的 就是现代 他们占领哥兰高地 还有他们圣经中 有的提到黑门山 他们在那里可以看到雪山 黑门山 所以黑门山是2800米 很短的距离就降下到海面以下215米到258米 你看看这个距离等于3000多米 所以这个地方的地势是非常陡的 然后这个高呢 马上高起来 这样子呢 他说黑门山是有雪的 它的空气下来的时候产生了空气 会直接冲到这个海面 冲到加利利湖面 然后所以这个湖面就 一下子就纷烂大作 这是他们所产生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气候 他们原因是这样子 跟他们的这个地形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讲 他们很可能认为 他们有信心 面对这次步道的旅程呢 为什么再说呢 因为首先耶稣提出来 他说我们是跟着耶稣去的 是耶稣叫我们去 应该不会有风浪 对吧 肯定安全 是不是啊 还有呢 即使有也是小风浪 对吧 在床里摇摇摆摆也可以 还有你看 耶稣一上船 耶稣就找到一个地方 床尾 一般是床尾可以睡觉 就找到一个地方 耶稣就在那里休息睡觉 你看看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就给人感觉 这趟旅程应该很轻松 那都是耶稣去 你看耶稣都那么放松啊 我们这次就轻轻松松 架着船去对岸 再说了 我们这次船上 我们十二个门口中 我们有五六个六七个 都是打鱼能手 你看这样的船 怕什么怕 对吧 多保险了对吧 所以就不用怕 在那的风浪也不用怕 对吧 所以门徒 他们出发的时候 我想他们肯定是信心满满 他们信心满满的就出发了 这次船的正行在加利利海面上 在开开开的时候呢 经文就说 突然就起了暴风 这次的暴风非常大 床里面满了水 床里面满了水是很威胁的 床里面没有水没关系的 风浪大力没关系 床里面满了水 这就很危险 所以这样危险的时候 就是这些门徒 他们大部分都是架床高手 但是他们都驾驭不了 因为风浪太大了 所以到最后 因为这个门徒 他们这些门徒都认为 这是我们一定会翻床 所以他们赶紧去叫醒耶稣 他们去叫耶稣的时候 夫子 夫子 夫子呢 在路加福音的意思就说师父师父 不是老师的意思 是师父师父 我们上命了 耶稣醒了之后 结果耶稣赤则风浪 就平静了 然后耶稣还对着门徒 说了一句话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这时候我们看见 风浪中会醒出 门徒的 他们的信心小 醒出他们对耶稣的话呢 不相信 因为我们看 这一趟的旅程是耶稣提出来的 对吧 耶稣说我们渡到内边去 那当风浪大做的时候 方腾广 刮来刮去 你看 门徒叫耶稣的时候 叫耶稣的时候 怎么喊的呀 他们怎么喊 我们上命了 刚才经文读了 还没记住 我们上命了 我们要死了 就这样喊 我们要上命了 我们想 渡到内边去是谁说的 耶稣说的 那门徒还说 我们上命了 意思是什么 我们去不了了 对吧 不但去不了 我们要死了 所以你看 门徒们在 在风浪中 肯定无法相信 耶稣的话 他们心中充满害怕 他们为什么害怕呢 是风浪太大 还是信心太小 信心太小 不是风浪大 是吧 风浪也大 所以各位姐妹 假如门徒最后一次 假如门徒 我们假设 现在是门徒 把耶稣叫醒了 对吧 那我耶稣就起来 四折分了 那就停了 假如 假如门徒不去叫耶稣 一直都不叫 请问 他们会死 会上命吗 不会 这么确定啊 不是你们在床上 对吧 如果是你在床上 那我不会 我下雨 没这么轻松吧 所以你看 真的假如门徒 不去叫醒耶稣 他们应该 是不会善命 因为耶稣说嘛 我们 那个经文这样说的 我们可以 度到那里去 耶稣这样说的 对不对 所以耶稣 即使不叫醒耶稣 也应该不会善命 但是我们会 会不会叫耶稣呢 会的啦 你看我们坐在这里 我说 我们会不会成功 不会 你就这么轻松 假如你真的在那个船上 我想你不会这样轻松 所以弟兄姐妹 生活中的风浪 总能醒出我们信心不足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大家 在一切顺利 平安门妥的时候 都是信心满满 对吧 信心满满 就像你的信账 会不会 不会 就是这样子 但是当事情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什么 也信心满满 不会 甚至有时候 我们会鼓励人 他说 你要有信心 苦难是化了砖的祝福 只有苦难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因此生活中的风浪 是耶稣为我们信心的考试 生活中的风浪 是操练我们的信 我们的信心 所以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吗 我上次上个礼拜就说 圣经中80%以上的信 或者相信 这个字呢 是动词 动词就表示呢 你要一次又一次的要相信 你要相信 你要常常这样子 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信心就是需要常常这样操练 经过适令的信心 才是有历练的 好 我们来读一下经文 在雅各书一章二节 大家可以看一镜吗 一起来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适令中 都要回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适令就生忍耐 让忍耐也当成功 是你们成全 完备 毫无缺陷 我们怎样可以完备呢 怎样可以毫无缺陷呢 就是要经过风浪 你就可以完备了 毫无缺陷 我们再看 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 一起来 但如今在百般适令中 战死妖愁 叫你的信心既被适令 就比那被活适应仍然能坏的精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行信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所以你要得到救恩 你要全然的在整个信的过程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信耶稣 信是得救了 我们信耶稣 其实信 得救 其实是一个过程 保罗说 直到耶稣再来 我们才完全得救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 信是一个过程 就像这次门徒 船行在海面上 是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信心如果被适令 这个信心产生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这是我们看第一 这个在枫烂中 敬耶稣是 信心在枫烂中 总是醒出不足 下面我们看第二 信心在生活枫烂中 更会 更会干嘛呢 抓住耶稣 所以亲弟兄姐妹 我们大都对 社会门徒的信心的印象 大家觉得 社会门徒有信心吗 他们 这 阿方是很有信心 是吧 但我们一般会认为 社会门徒 应该比我们有信心 对吧 应该是这样吧 但是你如果 仔细去读圣经的话 福音书当中 门徒的信心 常常被耶稣准备 耶稣说 你们的信心 在哪里呢 这一次 对吧 还有别的地方 耶稣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迷惑呢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有一次呢 耶稣 让门徒要防备 法利赛人跟 撒都干人的教 那门徒误以为 耶稣 是不是在责备 我们没有带饼啊 我们出去步道 要带饼 是不是 耶稣说 我们没有带饼啊 哎呀 门徒在那里议论 哎呀 耶稣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为什么因为没有饼 在那里议论呢 你难道 不记得五饼 二鱼 让五千人吃饱吗 所以你会看 福音书里的门徒啊 常常被耶稣说 小信的人啊 所以门徒们的信心 是非常软弱的 他们的信心 需要经历纷浪 他们的信心 需要成长 我们今天说 读的这段经文 耶稣带门徒 穿越加利利湖 到湖的对面去 耶稣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耶稣 要操练门徒的信心 只有信心成长 门徒才能被耶稣 拆卖出去 传福音 为什么会说个 说到这里呢 因为路加福音 第六章 耶稣 竟选十二门徒 到了路加福音 再往后面读 第九章 耶稣给门徒 全必能力 出去赶鬼 出去不到 在这个过程中 是第八章 耶稣让门徒 经历纷浪 所以耶稣要操练 这些门徒们的信心 他们有信心 他们才可以 被耶稣拆卖 去传福音 那么如何提升 他们的信心呢 你说 如何超越信心 怎样可以 让你有信心 平平安安 可以有信心吗 没有 没有是吧 我觉得你们 平平安安的时候 是最有信心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 如何提升信心呢 就是在人 没有办法的时候 人无能为力的时候 人才会去寻求 耶稣的帮助 抓住耶稣 这时候 你的信心会增长 所以我们看 在这次分乱中 对于这些门徒来讲 他们怎么可能想到 在这个加利湖 这个湖上开床 我还需要去求耶稣 我需要吗 我们这些门徒 需要吗 我们各个都是 驾床高手 游泳钩高手 对吧 在加利利 这个湖上面 我们是混得多数啊 对吧 我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 就在这里打鱼的 什么风浪都经历过 对吧 在加利利湖上 打鱼这么多年 所以能够会觉得 在这个湖上开床 我需要耶稣吗 应该不需要吧 对不对 就让耶稣好好休息 所以圣经说 耶稣睡着了 圣经没有交代 是耶稣自己要去睡 还是门徒叫他去睡 我觉得都有可能 对吧 可能门 耶稣自己去睡着 也有可能门徒 耶稣啊 你去睡 你去睡吧 对吧 你看这个床尾 靠在这里 这个是交给我们 对吧 可能这样啊 那圣经没讲啊 但有可能 是门徒让耶稣 耶稣啊 你去睡觉了 交给我们吧 可能就是这样啊 所以在加利利湖上呢 看我们 你传道呢 你讲道 你累了 你先休息一下 待会呢 一上岸 你还得讲 所以我们来开传 可能这样啊 所以我想这些 在加利利湖长大的 彼得 安德烈 雅各 约翰 他们应该都这样想 我觉得也很合理 所以门徒就以自己的本事为傲 在加利利湖 靠自己本事吃饭 所以这些相信耶稣的门徒 他们就觉得我们不需要耶稣 但是 当风浪开始 来的时候 可能你觉得 还可以靠自己 但是没关系 再加码 再大一点 对吧 大一点你觉得 还可以 没关系 你不要跟耶稣叫宝 他可以让风浪 再大一些 他一定是 当风浪可以达到 你觉得 坏了坏了 这个 不要算命了 所以你就觉得 我没有能力了 对吧 所以这个门徒就 最后 没有能力驾驭这艘船 甚是威星 他们快要上命了 所以他们就去 赶紧叫耶稣 说 夫子 夫子 我们上命了 那耶稣被他们叫醒了之后呢 耶稣就斥着狂风 耶稣斥着大浪 结果 风平滥静 如果没有这世人上命的风浪 请大家 听众姐妹们想一想 门徒会去叫醒耶稣吗 当然不会 对吧 所以门徒在加利利湖上 一定是靠自己的能力啊 但是信耶稣是什么 信耶稣是需要靠耶稣的 你需要呼求耶稣的 你需要抓住耶稣不放 这叫信耶稣 所以信耶稣不是说 一切平平安安安 然后我一切靠自己 这不叫信耶稣 信耶稣是 你凡事都要 依靠他 抓住他 所以平安门妥的生活 最能够麻痹我们的信心 当我们手中有能力 特别有财富的能力 有情 有情财的时候 我们总是依靠自己 生活中的风浪 其实能够提醒我们 你要依靠神 你要呼求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生活中 时常都有风浪的 常常还是忽然起来的 暴风 你要知道 生活中 时常会有风浪的 并且这风浪刮起来 你想都想不到 是不是啊 所以这些 都是耶稣对我们提醒的 让我们学会 真正信心的生活 真正的信靠他 让信靠神 成为我们 情意识中的 反应 什么叫做信靠神 成为 情意识中的 反应呢 就是说 有人 叫你一下 你会感觉 那个声音 你脑子还没响 你马上会 跟着声音 回头 这叫情意识 不经过思考 马上一个回应 我们其实信耶稣 我们信神啊 叫成为一个情意识 无论碰到什么事 就想到 哇哟 耶稣 要这样子反应 不是一碰到一个事情 首先是 这个 手忙脚乱 吓得不得了 所以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 一遇见事情 就慌了 就乱了 所以我们 第二姐妹 我们对这个世界 需要认识的 这个世界是 我们有时候认为 这个世界是没有纷烂的 我们信耶稣 应该是平平安安的 对吧 就像这只门徒说 耶稣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 耶稣就带着门徒 一起散了转 那跟着耶稣 还有疯狂吗 跟着耶稣 还会有危险吗 不可能吧 那谁说不可能 纷烂就出信了 所以你们看 事实上我们的人生 是有纷烂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有纷烂的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认为没有 其实我们有几样 错误的预期 我们会认为 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们会认为 一切都是一方分顺的 什么情况 我们认为说 信耶稣 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们说 跟随耶稣 一切都是 一方分顺 其实我们要知道 圣经当中 已经告诉我们 有几个人生智慧 我们一定要知道 第一 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的 这就是传道书的主题 传道书讲人生智慧 那他告诉你 人生智慧是什么 人会死 有人说这什么智慧 我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你要 你天天真的说 觉得人会死 你是人生是这样活的吗 你是觉得我人生不会死啊 甚至你逃避死亡这几事 不想提死亡 那你的人生就没有智慧 你就会碰到问题 所以我的人生 面对死亡 这是谁也抿不了 你要认识这件事情 还有第二呢 你要知道 我就在这上面 第二 人生是非常短暂的 约伯记说 日子短少 多有苦难 所以人生在世有苦难 这是正常的 信耶稣的人有苦难 不信耶稣的人也有苦难 富的人有苦难 穷的人也有苦难 所有人都有苦难 跟旁边人说一下 富的人有穷 穷的人也有苦难 所有人都有苦难 第三 人生是没有完美的 你们想不想要找房子 找到一个想象中 很完美的房子 那你肯定找五年也找不到 知道吗 找不到的 对吧 你要找个儿媳妇 也那么完美 找不到 对吧 你要找一个对象 高一点 帅一点 信耶稣又爱主 情也多一点 反正都是多一点 多一点 也没有 因为太多的多一点 就是完美 但是世上 人生是没有完美 传道书有一句话 整个说 弯曲的不能变直 你看 有一个铁丝 不知道铁棒 你把它弯曲了 你能不能把它掰直 能不能掰直 掰不直的 永远掰不直的 总有一顶顶弯曲 对吧 下面说 缺少的不能足述 总是缺那么一点点 所以 人生没有完美 缺一点点 也可以 那你房子就可以买到了 对不对 你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了 对吧 这个儿媳妇也可以娶得到 对吧 男朋友也可以找得到 女朋友也可以找得到 因为就是这样 人生不完美 还有第四呢 人生在世 是没有公平的 如果你还在纠结公平 你还说神对我不公平 你还说 那个人为什么这样 这个人为什么 你还在纠结公平不公平 你就活在痛苦中 人生没有公平的 这么多人要受苦难 神跟撒当在天上打赌 为什么选的是约伯 约伯要问善良 这么多人为什么是我 你觉得神要怎么回答 对不对 为什么是约伯了 对不对 所以那么多人当中 为什么是你 就是一样的 人生没有公平 那有时候人生不公平 这么不好 其实最不公平的人是谁 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人 受到最不公平的人是谁 就是耶稣 耶稣是最不公平的 凭什么要他死 一个好人死 所有罪人都不用死 他不是罪不公平吗 为什么要他受苦 所以弟兄姐妹 人生在世 你要认识这几顶 知道吗 你要认识这几顶 你就开始有智慧 你如果还在纠结 那没办法 你没办法活下去 好 所以因为我们有这几样 其实我们就需要恩典 所以唯有信靠耶稣 人生只有紧紧抓住耶稣 就不会错 所以在约伯记的苦难当中 最大的发现是 约伯记有一句话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约伯在苦难中 经历到救赎主 并且活着 这是约伯在苦难中 约伯他的苦难的结果是 从勤丰闻上帝 如今心灵看见上帝 这就是苦难的意义 所以约伯在人生 封难中 他更多认识上帝 所以人生是有这些 那么在封难中 我们抓住耶稣 下面第三 信心生活在封难中 会越多更好 认识耶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次的分难中 显然门土的信心是渺小的 耶稣早已知道 门土的信心渺小 如何能使他们的信心增长呢 他们是需要认识 耶稣的身份 了解耶稣的大 所以弟兄姐妹 上次我在有一个 卫星群里在讲 我说我们信耶稣 不是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得救 是相信耶稣得救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不是去接受这个真理 让我们得救 是耶稣让我们得救 我们是相信耶稣 所以耶稣是谁 耶稣的身份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才决定你的得救 所以信心不是认识那些理论跟知识 所以当风浪这么大 我们看门徒醒起之中 他把耶稣叫醒 耶稣醒来第一件事情 怎么说 赤则风浪 经文是这样写的 经文说 他就赤则黄风大浪 风浪就止住了平静 门徒因为耶稣命令风浪 风浪听从耶稣的话 这些门徒就在问 这到底是谁啊 这是谁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理解经文 真的需要回到 圣经写作的年代去了解 我们才能抓住经文的意思 在那个时代呢 特别是犹太人 他们相信 他们所信的神 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 那么他们信 耶和华是因为怎样的神呢 他们那时候旧约不是说 商一神 基督神人 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说 我们的神掌管风和海 他们是这样来理解神的 他说我们耶和华 我们犹太人所信的神 是掌管风和海的神 你看在旧约诗篇当中 就有非常多这样的经文 神在广里风浪 甚至有一节经文说 在风浪中 耶和华作者为晚 所以这些诗在诗篇里非常多 神是掌管风浪的 因此这次 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个神经 就是耶稣借着这次的风浪 耶稣向门徒洗明 自己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 自己就是那位神 那么耶稣斥责风浪之后 经文说 风浪就只住了 平静了 那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 他平静了 他其实少了一个动词 这里应该有个动词说 并成平静了 那那个并成平静了 用什么用呢 这个动词在旧约出信 旧约哪里 旧约创世纪第一章 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 那个有了 就是这里的并成平静了 或者你也可以说 有了平静 可以这样翻译 所以这里作者在写的时候 就是把耶稣 洗明 耶稣是谁 创世纪第一章 那一位神 就是他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作者路加要洗明 耶稣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是创造万有的主 因此他可以向风浪 发出命令 还有这段经文中 耶稣不仅仅向门徒 洗明自己是创造万有的主 还要 耶稣要让门徒知道 他是灵界的主 各位姐妹 我们需要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两个神迹 你要注意 我们读的是 耶稣平静 纷烂的神迹 还有耶稣赶出 群鬼的神迹 我为什么会把今天 两个神迹放在一起 其实这两个神迹 在作者写的时候 他就是放在一起 他是两个神迹 一个世界 他是两个神迹 一个世界 作者是用后面的神迹 去进一步解释 勤命的神迹 作者是用后面的神迹 再进一步 醒明耶稣的身份 因为勤命只是说 耶稣命令风跟浪 听他的 后面一个神迹 进入到灵界 进入到灵界的层面 进入到跟鬼的层面 所以后面的经文说 耶稣一上岸啊 你看那个被鬼附的人 就来到耶稣的面 经文怎么说 耶稣一上岸 那个被鬼附的人 就跑过来 跑到耶稣面前呢 就伏伏在地 这个就是拜的意思 然后这个大声说 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弟妹姐妹 这个被鬼附的人 怎么称耶稣啊 至高神的儿子 门徒欲境风乱 怎么叫的 夫子夫子 就说师父啊 师父啊 被鬼附的人 怎么叫的 至高神的儿子 你看神学上 这个被鬼附的 比那个神学上还高 门徒还低 还是说耶稣是师父 被鬼附的人还说 他是神的儿子 至高神的儿子 所以那个被鬼附的 进到耶稣就这样说 他说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那么我们看 这个被鬼附的人啊 他应该是第一次看见耶稣吧 对吧 那他第一次看见耶稣 为什么就跑过来 跪下来 哇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为什么会这样子 耶稣是不是第一次看见 这个被鬼附的人呢 那圣经说 耶稣曾经丰富污鬼 从这个人身上出来 那什么时候 耶稣是什么时候 丰富这个污鬼出来的 耶稣跟这个人 是第一次见面 那耶稣什么时候 丰富这个污鬼 因为圣经说吧 他曾丰富污鬼 从这个人身上出来 那耶稣什么时候 丰富的 是什么时候 这样我们 弟兄姐妹 但是请注意 我们回过来 再看前面一个景点 丰富污 我们其实能够发现 丰富污大作的原因是什么 原来在灵界发生事情 耶稣跟这些污鬼 所以这次丰富的发生 是这些污鬼 在阻止耶稣到这里来 或许可以说 可能在灵界 就发生了极大的 属灵的征战 自然界才会有 狂蜂大作 对吧 所以门徒第一个神经 只让我们看见 自然界狂蜂大作 其实后面一个神经 要告诉门徒 在灵界的征战 后面一个神经 更近不告诉我们 为什么有芬 原来是魔鬼在阻止 耶稣到他这里来了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看了 那么这次耶稣 经过这次 其实耶稣让门徒 来认识灵界的征战 同时这个神迹 醒出 耶稣是灵界的主宰 连乌鬼都要听 耶稣的权命 甚至这些乌鬼的行动 都要在耶稣的许可范围之内 因为这个乌鬼 被复的人说 还不可以叫我到 诸身上去 不要叫我到 无底坑里去 所以他的行动 都要听耶稣的 经过他的许可 所以经过这次门徒 经过这次门徒 能认识灵界的征战 并且认识 耶稣也是灵界的主宰 那么这样子读的话 我们就知道 到了第九章第一节 就是路加福音后面那一章 耶稣猜写门徒出去传道 赐给他们能力 权柄 制服一切的鬼 后面才成立 所以灵界的 属灵的引界 门徒是被打开的 属灵的引界被打开 信心就被增长 所以信心的增长 不是只是看得近的事情 你要看近的 看不近的世界 你的信心就会增长 所以约翰 在约翰写的启示录 也是这样啊 他写到当时的教会 受逼迫 当时第一代使徒 一个个离去 当时的教会问 我们教会的路在哪里 他们充满害怕 他们充满怀疑 所以启示录 约翰说 天上 到了第四章 就是天上的宝座就出现了 所以要认识灵界 要认识天上的事 你的信心才能够增长 如果你的眼睛还是看见 这个物质的世界 你的信心是不行的 所以这次的风浪 让他们认识 耶稣是灵界的主宰 那还有这次的风浪 还有第三个身份 耶稣是拯救的主 那怎么看得出来 耶稣是拯救的主呢 这里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 耶稣就是旧约拯救 以色列宁出埃及的神 他也是新约拯救人 脱离罪恶的救主 并且还能将人 从撒当的权势下 叫你的指 那么弟兄姐妹 我们要把这两个神迹 要淋在一起看 其实我刚才说 两个神迹 一个世纪 对旁边人说一下 两个神迹 一个世纪 这是两个神迹 一个世纪 那其实经文的细节 描述两个神迹 就是一个细节 因为圣经怎么描述的 圣经一打开 我们读的22节说 一开始耶稣说 路到加利利的湖对面 就是要到格拉森去 你看 一开始前面那个神迹 不是说吗 我们到格拉森去 就是这样说的 对不对 那么耶稣此前的目的呢 到格拉森干嘛 就是要把那个被 全鬼附的 在这个人身上 把鬼赶出去 让这个人得自由 那么 只是他们在渡河 渡过去的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风浪 对吧 那因此平静风浪的神迹 就是放在整个赶鬼的神迹当中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两个神迹 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 就是耶稣要到格拉森去 把那个鬼赶出去 只是在走 在湖面上走 就发生风浪 那耶稣就有平静风浪 这样一个神迹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神迹 放在一起看 我们怎么看这里有什么东西呢 弟兄姐妹 在圣经新约 作者在写的时候 有一种手法 叫做记忆文学 什么叫做记忆文学 就是说提示你一些细节 你会想起过去 这个叫记忆 记忆文学 那记忆文学 在这里我让大家来看 这里会让人联想到 耶稣华整袖以色列民 出埃及 过红海 将法老军团灭在红海中 让以色列民经过红海 得拯救 就是说 这里的神迹 为什么可以让人想到 红海的死心 那这里有记忆文学 这里有什么呢 平静风浪的神迹 其实对照了 红海分开的神迹 为什么 你看圣经 那个红海分开 圣经说 神用大东风 让海水一夜退去 所以那个过红海 是神用风吹那个海 然后把海水吹起来 形成了墙园 你说这个风烂有多大 对不对 然后中间有一个干木 以色列民可以走 但是不要 两兵都是大风大乱的 那个不是风平烂静 是大风大乱 所以这个神迹就对照起来了 对吧 还有呢 群鬼附在猪的身上 你看 这个被鬼附的人 被多少个鬼附啊 耶稣说 你名字叫什么 中文翻译 群 其实这个群呢 是罗马军队的一个 军队的一个 单位 他们说这个群 我就根据一些课外书的资料 他说有五星到六星 人组成了一个军团 所以这是一个罗马军团 那这个鬼有多少个呢 如果这样讲 可能有五星的鬼到六星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军团嘛 是一个灵界的军团 是一个魔鬼的军团 怪不得风浪这么大 对不对 怪不得十个门徒搞不硬 你怎么可以搞得硬 你怎么可以凭自己的本事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军团 你看 以色列人过红海 有没有法老的军团 有吧 法老追兵嘛 他们后来怎么死掉 他们不是追以色列人 追到红海里去吗 以色列人一上岸 结果水就聚楼 罗马 法老的军团就死掉 法老那次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 派出来的 经过那次之后 埃及就慢慢走向陌路 他就衰弱了 慢慢就衰弱了 所以你看这里有个对照 有个军团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神迹 耶稣向门徒启示 第二次的出埃及 神要借着耶稣 是来拯救罪人 脱离撒当 以及罪恶的权势 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啊 不单单是罪得圣灵 要脱离撒当的权势 告诉旁边 信耶稣不是单单罪得圣灵 是要脱离撒当的权势 所以我们信祂 是让我们从罪中被拯救 从撒当的权势当中 让我们要评 所以弟兄姐妹 这次的分浪 让我们认识到耶稣是什么 创造忘有的主 还是耶稣是灵界的主 耶稣是拯救的主 如果这样一位主耶稣 你认识的足够 你认识透 你就不惧怕分浪 你就有信心 好 最后我们就有一点 信心在生活分浪中 经历了什么呢 经历耶稣统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门徒对于这次的步道旅程 一定认为万般修行 他们可能回想起来 万般修行 我们也应该这样看吧 对吧 我们说哎呀 明明天气晴朗 我们上个船 突然间风暴四起 哎呀多么不幸 对吧 这次的风浪有可能是 门徒生命中 以前所有风浪中 最厉害的一次 因为他说我们都善命了 最厉害的 可能是这样 明明耶稣说 我们要往对面去 我想也应该会平安吧 哪里知道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对吧 遇到人生最大的风浪 差点没有命 如果早知道这样 耶稣我们为什么坐船呢 我们倒不如 我们就走路去嘛 我们就绕这个加利利湖嘛 绕过去就是辛苦一点嘛 起码安全很多 这次你看 跟着耶稣去 哇真是吓死啊 碰到五六千个鬼 你说不是吓坏呢 对不对 那么多的鬼 还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 还有的这些鬼 一进到猪的身上 结果猪都跳颊自尽 哇这个场面 你想一想 那我们也只能想一下 没进过 对吧 那么多 几心头的猪啊 呼呼 跳下伤牙 哇那是什么情况 所以 明明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 那些人要不要啊 那些人都拒绝 耶稣我们不要 叫耶稣回去 这次不到女神 这样看的话 真是有风暴的凶行 有乌鬼的凶行 还有众人拒绝的凶行 还有路途的凶行 哇呀真是太可怕了 跟耶稣太可怕了 下次还是不要了 不要跟耶稣出门了 哎呀真是女神太凶行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 换一个影光来看呢 从耶稣的视角来看 这次的女神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他 有惊无形 收获很多 你也可以这样说呀 你看第一 耶稣说 一开始就说嘛 我们可以渡到对岸去 有没有到 有没有到 有嘛 耶稣说 我们可以渡到对岸去 结果就到了嘛 结果又 结果说 耶稣对门徒说 那么 结果后面 渡到对岸去 结果后面又说 他们到了格拉森 就是加利利的对面 所以他们到了 然后耶稣说 可以渡到土内兵 就可以 还有风暴中 门徒 他们不相信 耶稣的话 那么请问 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我刚才已经问过 就是门徒不教训耶稣 其实他们的船 也不会被打翻的 一定可以到 对不对 他们一定可以到 还有 请问 耶稣说 是 耶稣是说 你们渡到那边去 还是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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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你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跟你们有什么区别 你们渡到那边去 没有耶稣 对吧 我们渡到那边去 耶稣 耶稣在 所以 耶稣说 是我们 那么请问 风浪中 耶稣在哪里 在船上 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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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乱说 耶稣 起码耶稣在船上 对吧 其实耶稣 有没有离开门徒 没有吗 没有 整个旅程中 耶稣有没有 一直跟门徒同在 有 一直有 所以 我真的说 门徒会一开始就觉得 耶稣与他们同在 很重要吗 其实门徒认为 没有想到 耶稣同在这么重要 那么经过这次的 风浪和赶鬼 门徒会知道 耶稣与我们 同在很重要 所以透过这次的旅程 门徒认识到 耶稣是创造 妄有的主 耶稣是灵界的主 耶稣是拯救的主 你看 门徒的认识就增长 信心就增长 那请 这是不是好事 对不对 渡到对岸去 到了吗 到了 对吧 耶稣有没有 我们同在 有啊 信心大了吗 大了吗 好还是坏 好 好吗 这是好 怎么这么轻啊 有些人都不敢 所以这个就是 是好 不要怕 就与我们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这段经文当中 有一个人 恳求 要与耶稣同在 不知道你赌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到 那个与 求耶稣与他同在的 整个圣经里面 上里面读下来 只有一位 那个人是谁 有谁说 要跟耶稣同在 那个人是谁 那个鬼被赶出去的 那个人 对吧 那么 为什么只有他 求 耶稣啊 我想与你同在 为什么只有他求啊 别人不求 门徒不求 所有人都不求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求 耶稣 你与我同在 为什么只有他 我觉得他经历最大 对吧 因为他身上有五千个鬼啊 然后这个鬼被赶出去啊 对吧 他以前是不穿衣服的呀 不能住 不住家里 鬼把他赶出去 他是离开家 离开亲人 离开孩子啊 一个人跑到坟洞里去住 还要弯着身子 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的 现在呢 鬼被赶出去了 他得平安了 他经历了耶稣的拯救 他不想再想过过去的日子 所以他会说什么 耶稣啊 你与我同在 他才会这样 所以他求耶稣的时候 耶稣答应了吗 没有 耶稣这么坏啊 耶稣说 你回家去 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事 耶稣给他使命 叫他床 福音 对不对 那耶稣给他使命 耶稣会不会给他能力 会 耶稣会不会给他权命 耶稣会不会给他同在 会 会吗 他求耶稣同在 耶稣怎么会不同意呢 那耶稣同意啊 那耶稣说你回去 床 我就与你同在 其实我们基督徒啊 我们要传福音啊 这才叫我们真正 有耶稣的同在 有耶稣的能力 有耶稣的权柄 基督徒信了耶稣 不是叛御 不是越信越叛御 那个不对的 你要靠着耶稣的能力 去得胜这一切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所以他就去传 圣经说他就满城传养耶稣 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所以他的生命中 其实是经历神大大的恩典 经历神大大的能力 大大的与他同在 好 那到最后 再让大家思想一下 那个五六七个人 负在鬼的身上 负在猪的身上 对吧 那个鬼鬼 那些猪就拼命跑 就跳了 跳下山崖 然后跳到加利利湖里 都因死了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问 请问 因死的是猪还是鬼啊 猪 那鬼呢 死没死 没死 那鬼去哪里 好问题啊 那我要问 鬼去哪里呢 再去找 再去找 那去哪里找 去哪里找 格拉森 全城的人 听了这个人 被耶稣拯救了 他们是怎么反应的 惧怕 然后叫耶稣离开 他们为什么会怕 难道这个人 被救不好吗 还是这些猪死了 就死了 我想这个城里的人 主要是做什么生意的 应该是卖猪的 有一天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在想 因为我老家在梦州下雨 我们全村以前的人是 做庄做碗的 以前下雨读不了书的 下午三点钟乌云一起 要下雨了 全村所有学校的孩子 全部跑 要盖那些庄啊 那些碗 要盖嘛 全村的人都跑 下雨的人 那时候我们读书读不起来 如果耶稣来到我们的村 天天下雨 我们会干嘛 耶稣啊 你可不可以离开啊 今天下雨 我们怎么做 砖怎么做碗 我想 他们应该全部都是养住 这里死的猪 就躺的猪 所以他们叫耶稣离开 他们发现这个人被拯救 他们反而不要耶稣 他们这些人的心里面 是躺心 躺心就得小心了 你一不小心 鬼可能就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 写到最后耶稣离开 我觉得下午鬼去哪里 回到格拉圣去 对吧 因为这些人充满贪欲 充满贪心 不要耶稣 那刚好鬼可以进去啊 所以弟兄姐妹 他们拒绝耶稣 他们只有继续活在罪中 他们只有被污鬼继续破坏 讲到这里 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啊 我最近听一个纪录片 是台湾有一个以前 他是算命的先生 后来做的牧师 他就说我们算命先生 怎么可以算 家里要养小鬼 小鬼就要印礼的时候 要给他一些供品啊什么 养小鬼 然后呢 那个算命的人过来的时候 他会一碰他 那个鬼会进到那个人里面 然后那个鬼再回来 告诉他 他生命中发生什么事 真的有的啦 越接触鬼 他说这些算命的人 越算到最后 不是你养个小鬼 不是你控制小鬼 是小鬼最后控制你 你会被鬼控制 最后你就被鬼害了 其实你 所以圣经心愿也说 我们要警戒这些偶像的污秽 不要碰这些偶像的污秽 所以这真的是有 但是我们靠着耶稣 都得胜 所以怎么可以胜过鬼 很简单 耶稣与你同在 鬼就走了嘛 有没有人说 耶稣与你同在 最后的结语我们读一下 第一 一起来 要知道人生与神中 分难是你无两个 甚至是突然的暴风 因此你需要 耶稣与你同行 第二 人生的分难中 才会使你经历耶稣 更深认识耶稣 属灵引进被离开 信心经过分难就成长了 第三 如果你正在分难中 不要怕 要信 耶稣也在你的分难中 祂的恩典 够 我们一同起地来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对主耶稣说 主啊 我的生命中需要 主啊 我的生命中 可能经历分难 我的生命中 可能经历各种的情况 主啊 但是我的生命中需要 主啊 有时候我们 可能还活在试探当中 活在罪恶当中 活在撒旦的搅扰 或者撒旦的控告 或者撒旦的恐吓当中 今天我们在主名前 祷告 主耶稣求你来伴助我 洗尽我的罪 除灭魔鬼撒旦的恩典 求你来拯救我 有请问 每个人在主名前 来祷告 在我们当中 你是信心软弱的吗 你要求主 加一个信心 在我们当中 有人你正在封难中吗 你求耶稣与你同在 且你请耶稣来 平静你人生的分难 如果在我们当中 你被罪恶试探 你被魔鬼试探 你被撒旦搅扰 你要奉耶稣的命 主啊 就帮助我 拯救我 除灭魔鬼的主 每个人在神一起 你为自己当劳 为自己的 我们说主啊 求你加深 医生我的信心 有时候我的信不够 求你搬支你 主啊 你是创造万有的主 主啊 你是灵界的主 一切的权柄都在你之下 主啊 你是拯救的主 我的生命中需要你的拯救 我的生命中需要你做主 请你搬支你 说的 每当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神明不分与我分享 人生一颗花 每当有魂情主当 你支离无药花 我心中充满有平安 充满谢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请收信心来宣告 过这世界里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 请收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宣信敬拜 神祈祝在不远前方 用节目让我们举起我的手来 让我们说主啊我需要 让我一起来唱 你总在我身旁 让我一起来唱 神医福分与我分享 等神医渴望 每当有困境阻挽 你执意不要慌 使我心充满有天安 充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请收信心来宣告 过这世界里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 请收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宣信敬拜 神祈祝在不远前方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收信心来宣告 各位兄弟们从来我们来宝告 当我们来领受耶稣的祝福 让我们用我们的手来触摸我们这位神 让我们用我们的手整体来抓住这位耶稣基督 让我们在分难中抓住他 让我们在人生战中抓住他 让我们在每个日子里抓住他 耶稣我们需要的 你是我们主 你是我拯救的主 主啊 你身上有赦罪的恩典 你有胜过撒当 我会能力的恩典 我们人生需要 我的生命需要 我的家庭需要 过这世界里你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收信心来宣告 当我们来全心敬拜 是基督在不远情放 阿里利亚 用这位基督的手来 我们再次你请来祷告 我们全心的来呼求主 就像门徒来呼求一样 让门徒在分难中来呼求他一样 将门徒遇到生命危险那样来呼求 我们也需要这样 发出我们心里面的呼求 同学妹 你可能不知道你的生命中 何等的需要 因为你不存在分难中 其实我们一样的 像门徒那样软弱 像门徒那样的可怜 其实我们正在那样 人生的分难难中 只是我们未曾看见 危险在那里 但是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举起我们手 我们来呼求主 主啊 求你来拯救我 主啊 求你用你大能的话语 来对我的生命来说 主啊 叫我的生命得到释放 叫我的罪得到舍 主啊 让我们生命中的黑暗 今天求你的大能 主啊 来攻破我内心中的黑暗 主啊 让我活在光明当中 让我过一个正常 过一个核水心意的一个人的生活 让我不要活在罪恶的当中 不要活在撒旦的权势的里面 让我不要活在黑暗的当中 主啊 求你帮助 帮助 帮助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正式活在那种纷纳里面 我们有时候不正式活在那个撒旦的试探 撒旦的攻击的里面 我们面对今天这个世界的诱惑 这个罪恶的影响 有时候我们真是 会遭遇那些威胁 我们有时候会遭遇魔鬼的攻击 撒旦的力量 但是我们今天需要主 我们需要主与我们同战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能力 我们再次祷告 主啊 求你来保守我 主啊 求你来经过我 主啊 求你不断做我生命的主 求你做我家庭的主 我的家需要你来经受 我的家需要你做主 我们需要你做主 主啊 弟兄姐妹 我们来不求主 我们需要祂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风浪 不知道那个威胁 我们有看不尽的风浪 我们有看不尽的威胁 我们需要主 好 让我们把这首歌我们一起再来尝一试 让我们用点点的信心来尝 让我们用呼求的声音来尝 每当我面对风浪 每当我面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神秘符合与我分享 本身的灵魂 每当有空浪 每当有空浪 你自己不要忘 是我心充满有天安 我心充满有天安 从我身充满有天安 你自己不要忘 我心充满有天安 尽手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敬拜 圣经就在路人前方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尽手信心来宣告 我这世纪里 我的生命中有你 我生命中的每一片有 我人生中的每一件事 都是我永远的依靠 阿们 尽手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敬拜 圣经就在路人前方 各位兄弟我们一起来宣告 我们那位在天上的主 那位道成肉身行走在我们中间的主 那位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主 我们在这里向你来祷告 说我们人生难民有风浪 或许我们人生正处在风浪中 只是那个风浪我们看不进来 做我们生命中需要你 说我们在这里来宣告 主啊 求你做我人生风浪中的主 主啊 求你来平静我人生的风浪 主啊 求你来除灭在我生命中一切撒旦的工作 除去一切黑暗的势力 所以说求你福音的大人领导我的生命中 你费的大人领导我整个家庭当中 在这里宣告我们的家交在主的手里面 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 说我们在这里祷告 说你与我们同在 你与我们的家同在 有你同在我们就没有惧怕 有你同在就有平安 有你同在就有永远的生命 哈利路亚 主我们谢谢你 说求你这样的祝福我们 与我们同习 无论遭遇任何的日子 你都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哈利路亚 让我赞生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宣告说主与我们同在 对旁边的人说主与你同在 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向我们的神来感恩 我说你提福荣耀的神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谢谢主的恩典 带你们今天的聚会 平安的过来 将一些荣耀送赞 都归于我们的主 教主耶稣 就以自己的话语 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然后做功 主要带领我们 是我们反思来依靠我们的神 是我们在人生的风乱当中 来依靠你 来养万你 来学习 来成长 这一书基督 我们感恩赞美你 就算你也祝福你的仆人 就要辛勤劳 为你付出 就算你来祝福他 祝我们感恩 也祝福 今天服事的每一个 请不吝点赞美你